期末會有一個那個 各位的 作業要 分享啦 反正你就試做一下 你可以利用我們今天講這些遊戲 你可以自己再改一下啦 那改其實蠻多地方可以改的 像 1到12月這個可以全民營檢 你把它改一下 只是後面我們檔案怎麼做或資料庫怎麼做還會在講 另外的話遊戲反正亂數 抽一個 剪刀蛇布類似的像這一題也是一樣 那你可以改成什麼拆數 我demo一下給各位看 如果我今天希望做出來 類似長這樣子 請在1到20之間拆個數字 拆拆看吧 比如說當然一般 比較聰明的做法是先從中間開始拆吧 那他會怎麼樣呢 輸入10好了 Enter他會怎麼樣他會提示你喔 Enter 好太低了再高一點 太低了那所以你要再 所以接下來他你要再拆的是在往上 10到10到20之間 假設15好了 Enter 太低了 那再來就 18 Enter 太低了 又19了嗎 沒有 可能19 20 都可以 太低了 恭喜 答對了 所以這拆了 擦除了會一直不斷提示你 那也會告訴你拆了 幾次才拆中 如果你拆中的 就是次數越少 相對但你就 就是得分越多 類似有這樣的玩遊戲 另外的話當然因為我們這邊沒有做計時 其實你也可以把他的時間給記錄下來 諸如此類的 這個練習其實也可以再延伸 比如說拆一個數字不貴 你可以拆兩個數字 有沒有然後再三個四個都可以啦 你可以做很多的變化 那這裏面 的邏輯大概是這樣子 可是要怎麼做 對不對 怎麼做才是重點 那當然我們盡量整理出一套 有沒有固定邏輯 以後你可以套公式啦 反正以後照著做就可以了 所以裏面的話 大概 也是跟剛剛的那個程式差不了多少 第一個你要怎麼亂數產生 也是電腦出題 那這裏面有清單啦 我們不像剛剛有什麼剪刀石或一到二十 這沒有 因為 就一到二十啦 你也不用做個清單一到二十 不用你就是 先怎麼 我大概講一下 所以我想 看的程式大家應該都可以看得懂 因為他主要 就只有 亂數產生 這個應該看得懂嗎 一到二十號 然後呢 請使用者輸入一個數字的訊息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 輸入一個訊息之後的話 然後我們就是讓他 跳 拆拆看 那你可以 因為我這邊 先讓他跑 最多 六次 不能亂拆 如果你超過六次的話呢 那他就會 直接就跳 就break 如果說呢 他 拆沒有六次就可以繼續跑 所以我這邊的話有一個 for 區 in那個range 1到 7 就是6啦 1到6 然後我把它拼拆拆看 那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主要是限制他最多拆六次 當然你這個地方如果沒有限制的話 你可以不用加 這個回圈 然後接下來的話就是讓使用者去拆 他拆的這個input input 他就可以直接輸入到這個gas 裡面 比如他這個地方輸入之後 那我們就在再來判斷什麼了如果 他這個是random的 亂數產生的我不知道多少比如說像剛剛我是這個亂數是20 對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拆了10好了假設我input的10 那再來這邊就是做做一個比對邏輯嗎判斷一下 如果我輸入10 他是20 那他符合哪裡 符合這裡 所以 太低了 有沒有 再高一點 所以呢他會怎麼樣 再跑回來這邊 不過這裡我不是用無窮回圈 剛剛是用壞 1 冒號對不對 那這裡是限制他最多只能夠跑6次 就是第1次猜錯了 第2次 到第6次還猜錯了 你不能再猜了 所以 這個跟剛剛的寫法有點不大 所以 如果你想要說 老師那我要無窮讓他一直跑 那你可以把這一行改成壞 1 冒號就可以了 這邊是限制6次 那再來的話呢 我如果 一樣啊 就輸入 假設15 進來一樣太低 再來就輸入 好像18吧 再輸入19 還不對 輸入20 所以 最後呢 20了 那他會怎麼樣呢 跑到L 有沒有 Break 那Break會怎麼樣呢 繼續往下跑 OK Break 然後往下跑之後的話呢 他就會出現什麼 出現這個地方 恭喜你 猜對了 但是如果說今天 已經猜了超過6次的話 那我這邊呢 就會出現什麼 猜太太多次的訊息 OK那這邊的話呢 把猜的次數也把它顯示出來 大概我的程式結構是這樣的 那不過這個當然寫法 你也可以用 你覺得比較精簡的寫法來寫 其實 這邊 可能因為我多了一個 只能猜6次 但如果說你 不是讓他猜6次的話 其實你用無窮回圈 程式會更簡單 所以也許請各位先稍微想想看有沒有什麼 好的方式 可以把這個程式給寫出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回圈的版本 就 剛剛那個版本是 有 就是只能猜6次的版本 所以相 相較於當然 用File版本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那File版本就類似像我們剛剛的就是 先亂數產生一個值 然後讓使用者猜猜看 那再來就跑無窮回圈 跟剛剛類似 再邏輯判斷 那如果他亂數的值 跟你猜的值 是 你猜的值比較小 他就print 有沒有 太低了 高一點 那這個地方又再讓他輸入一次 然後呢 如果太高就提示他 不過這個 這個地方沒有6次的限制 可以讓他一直不斷輸 我應該也6次一定會中了吧 6次還沒中 那當然就可能就等於亂拆了 OK 所以 這個地方 如果是無窮回圈版的話 比如說一樣輸入10 一次就中了 OK 那太厲害了 好 等一下 再輸入 對 不是 那 裡面沒有那個機關 OK 然後呢 這個地方太高了 太高的話就輸入5 太高了 輸入3 太高 還是高 2 還是高 不是就1了嗎 恭喜答對了 喔 那但無窮回圈版裡面呢 你也可以在裡面 做一個變數啦 就是記得他到底 幾次啊最後輸出啊 你猜了 也可以啦 這裡面 那只是說這個無窮回圈版跟我們剛剛寫的還蠻像的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啊 那個 設計遊戲啊 好像會有個共通性 第一個 一定會有random 所以今天 最重要我們至少學會了一個 如何產生亂數 那如何產生亂數很簡單 就是用random 這個套件 所以你一定要import 然後利用他的一個方法 叫 什麼random range 然後就是 初始值 結束值-1 那這樣的話呢 就透過他就可以玩很多遊戲了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 大家把它改 也許回去可以改寫看看 有沒有同學可以 像我記得以前我們有那個app課程 有一個同學真的就把那個什麼 1a1b的遊戲 給做出來 而且設計成手機app 當然這個python一樣可以啦 不過要怎麼設計 可以想想看 一定是四個數字 所以是不是我們需要四個亂數 四個亂數 然後一定都是0到9 那第二個的話呢 要比對他位置 如果位置一樣 那就是a 如果是 位置不一樣 但是數 是不是 位置 是不是 是不是 這樣 貴 位置不一樣 那就b啦 類似啦 反正 不過相對的 如果 程式比起來 一定會比較複雜 但是其他跟我想都差不多 所以你就是要讓他輸入啦 反正他一定要輸入四個數字 然後你就比一下 如果 就是會給他一個訊息 我剛才也有把那個我寫完的 無窮迴圈的版本 跟只能拆六次的版本 都幫各位放在上面 這邊這個是剛剛的畫面 然後 這個是我剛剛無窮迴圈的版本 應該相較於比較簡單 另外只能 限制拆六次的話 剛剛那個版本也在這邊 可以給各位參考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那 後面其實有個紙骰子 不過看一下那個紙骰子 相較於前面的 又更困難啦 所以 有興趣同學也回去可以試試看那個 紙骰子這個練習 紙骰子練習裡面 主要就是 邏輯很簡單啦 就是 反正就亂數產生六個號碼 這個其實跟 我們要的那個程式好像有點接近 紙骰子是指六次 數字一定是一到六 那跟那個 拆 數字遊戲 那個一A一B這個 蠻接近的 那讓他去拆 這個不用拆這個只是輸出判斷大小 那程式也在下面 所以回去有時間的話 可以稍微再 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後面我們 講完這部分之後 還會再來講有關制定函數部分 制定函數講完之後 後面就會有關那個 把 之前的VBA到Python的一些 我想兩者之間的差異點 稍微點一下 那 將來當然我們在運用上面 兩者是可以互相協同應用的 所以 講完第四章 第四個單元之後 會再來講 串列 串列今天有講到 不過串列之外還有個 字典 Dictionary 這個Dictionary也非常重要 因為他跟那個網路的 約聖檔 可以完全可以match 你網路上來的那個 開放在約聖檔 直接可以放到Dictionary裡面 然後 可以再做後續的應用 而且還非常好用 其他的話就是有關那個 再來就是可能 要連上 資料庫 連上檔案 然後 再來就是 從網路上下載資料 回去如果有興趣 的同學進入比較快的 可以先把那個 後面 也許翻例一下 然後 我們最後一次上 最後一次課程 就是 就是要教一個那個 你們的練習成果 就是簡單也沒關係 這一次不能不來 你一定要來 你不來 一定要來 反正這個 也不要有壓力 因為你如果 沒有目標的學程式 其實你會學得很空泛 好像有學跟沒學 但是如果你有個目標 但是這個目標你又不要定的太遙遠 量力而為 你可以 想一個你想要做的 但又不會太困難 你可以把它足以打成 我覺得這也是蠻愉快的事情 因為這個是還蠻有成就感的 至少你在現在這個時間點 你學會現在 未來5到10年內需要的技能 我相信你將來在職場上面 至少會比較跟得上時代 那當然如果你把這個東西學好的話 不只跟得上時代潮流 你可能未來在 職場上面 應該會 更加的 被看見 發光發熱 當然也有可能 你可以有 追尋 更多的 OK 這裡我想請各位 試著把那個剛剛這一題 練習看看 那時間我想 應該差不多 不然今天的話呢 就先到這裡 那一樣 影片我也有把它錄下來 那如果今天有些細節部分 假的你還是 不是那麼清楚的話 沒關係 再把影片 看一下 最重要的 一定要 動手做 反正有懶人包 回去記得一定要懶人包 打開一下 然後呢 都好好跟Python 好好跟他相處 前面的範例體 其實也可以回過 再來想想看 最後一週 要做什麼 因為先預告 反正這麼時間 還很長 今天才第六週 對 還有 10次 11次 所以 很長的時間 可以構思 那你可以跟構思 後面我們還會再講到 其他的技術 你也可以再把它加進來